I tried hanging Electrocution Started to worry that I might be a mortal 就是由无数负面情绪构成的 就像我们的男主 生活在英国小镇的永强 他的父母在他的小时候 就在他的眼前 被别人家的钢琴活活砸死了 就在他紧紧抓住父亲的手 以为父亲在弥留之际 会像电影里一样 告诉他什么人生道理时 他的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死掉了 长大后作为一个游泳池的救生员 本应该以救人为己任的他 突然在某一天厌倦了现在的生活 游泳池里最大的危险 不过是在一个随意起跳 就会浮出水面的深度 枪到水 作为一个救生员 他从来没有预见过一次 救起他人生命的情况 他的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 苦思过后 他的思想被这毫无意义的生活 推下深渊 摔得粉身碎骨 于是最终他决定自杀 可是对他来说 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他似乎是一个被上帝格外眷顾的人 他的生命变得异常坚韧顽强 整整十次 他尝试自杀了十次都没有成功 堪称人界的术皇凯多 自杀从来不成功 上吊的时候 绑绳子的排风口承受不住重量 断裂 想要触电 将大功率面包机扔进浴缸 却只造成了家里电线短路 用酒对着各种药片喝 却因为不胜酒力全都吐了出来 不顾死活冲上大马路 撞倒他的还是一辆救护车 被瞬间送到医院 治好了上市 他将自己求死的愿望 想法和经历写成了书 却没有一个出版社想要出版 他的人生似乎没有任何阳光 可以突破云层 今天是他第十次尝试自杀了 夜晚独自站在大桥的边缘 看着脚下翻腾的河水 他变得有些迷茫了 由于不知道为何活着 他选择了去死 可是这么多次的尝试 这已经成了他的执念 到现在他甚至不知道为何而死了 正在他愁愁的时候 突然一位陌生的男人打断了他 让人奇怪的是 这个男人并不是来阻止他的 反而是来帮助他去死的 自杀始终是一个人的事情 另一个人的出现 破坏了这样的氛围与意境 永强忍耐了脾气 请求他离开 男人递给永强一张名片 如果你的自杀不成功 打给我 我可以帮助你 永强终于准备好了 从桥上奋力一跃 可惜这次的结果 和之前的几次没有什么区别 一架豪华游轮 正小从下面驶过 永强正好跳到了派队中央 周围的人正在为了生命的欢愚 翩翩起舞 只有永强躺在中间 格格不入 还有那么一点小尴尬 又一次自杀死败 上天似乎总是和这个年轻人开玩笑 一边给予他各种绝望 一边又让他不能死掉 继续活着品味这种绝望 永迟的老板觉得 让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当救生员 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 于是将他辞退了 回到家里 永强再次陷入孤独与绝望之中 墙上画满了各种他自杀失败后的笔记 他打开煤气阀门 决定再自杀一次 等了一段时间才想起来 他已经很久没有交过煤气费用了 万念俱灰的他 突然想起了那个在桥上碰见的男人 那个神秘的 说过会帮助自己的男人 拿出那张名片 二人在电话里约好了在咖啡厅见面 永强这才知道 这名叫老崔的男人 是一名职业杀手 在杀手界被称为黑砍萨 今年已经65岁高龄了 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即将退休的老头 但老崔却告诉永强 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自己杀不死的人 老崔绿属于现代刺杀联盟 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公司 和无能无准则的杀人犯不同 他们可以十分专业 十分精准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21世纪的他们 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 展现出了各种不同的业务 其中就包括永强一直想拥有的自杀业务 老崔给了永强一个宣传手册 里面写满了各种不同的自杀手法 毒杀 怀中爆门杀 意外各种各样任君选择 其中最豪华 最不可思议的 应该是那个叫英雄之死的 在人群之中 为了救一个过马路的小孩子 被卡车压死了 压洗碎 扎都不留 在人群的欢呼中光荣死去 这是多么的美好啊 可惜这个英雄之死 永强只有两千块的死亡预算 这个价钱只能支付那种最简单的 也就是在远处被枪杀 迅速没有痛苦的死亡 二人签署好了合同 在一个第三方账户上打好钱 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 老崔保证客户可以如愿的死去 否则公司将全额退款 一切准备就绪 永强满心期待着自己突如其来的死亡 而这个神秘的刺客老崔 以及他背后的刺客组织 也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一时间文思如全涌 他将老崔作为自己的新手对象 写下了自己想象中的故事 在故事里 老崔是一个手持镰刀的死神 是一个在阴影中移动的前行大师 他曾经以一己之力 对抗不给退休金的杀手公司 并且凭自己的实力 裸体干掉狙击手 最终抱得美人归 他还是一个以威士忌为生的老牌刺客 会在某一天面带微笑的出现在你家门口 像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死亡 然后一枪结束你生命的旅途 可实际上老崔并不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刺客 也并不浪漫 他有一个结婚36年的妻子 每天也要为家乘一段操心 从业这么多年 虽然业绩无数 可毕竟已经年迈 赶不上组织里的年轻人那样充满干劲 如今的他甚至已经很难达到组织的业绩考核标准了 即使面对面开枪 也会偶尔失误 必须补上一枪才能了结对方 这个年纪的老崔 正在度过自己迟来的中年危机 他抗拒着恐惧着退休生活 每天和老伴过上种田为马周游世界的日子 简直无聊透顶 对他来说 只有杀人才能给他活着的意义 永强这一单 是他这个月达到合格的最后一单 只要完成了 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刺客联盟 这一天在家中消遣时间的永强 突然接到电话 一家出版社的员工 看完了他写的小说 写的很不错 决定出版 并且联络了他们的老板和永强 在咖啡馆商议此事 喜出望外的永强 立即找到楼下的老崔 希望延后一下他的暗杀计划 顺便将自己约人见面的事情 全盘拖出 这本书的出版 也许会给他的人生带来别样的意义 老崔假装同意了 并且在本子上写下白痴二字 其实他早就已经不带烦了 迫不及待的想要了结这个单子 在咖啡厅永强 见到了给他打电话的出版社员工 竟然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孩 刘英 她从永强的那些自杀经历 与思考中找到了共鸣 看透了在其中隐藏的当代年轻人 共有的麻木与绝望 刘英觉得永强这样不畏惧死亡的观念 也许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丝勇气 可他的老板 这个满身同臭的商人 却想着把这本书变成白痴的自杀指南 用这种搞笑的卖点吸引顾客 就在他们讨论本书的命运时 远处的老崔已经架好狙击枪 瞄准了永强 就在他开枪的时候 刘英的笔掉在了地上 正巧永强特身帮他剪笔 子弹擦过他的头 打在了旁边出版社老板的头上 四周的客人立刻四散而逃 只有永强清楚 这颗子弹是针对自己来的 顺着子弹来的方向 他用力的甩手 想让老崔停止这次刺杀行动 可老崔怎么会半肚而废 瞄准又是一枪打了过去 正好打在从永强身边跑过的服务绳身上 这个男人似乎真有特殊魔力 可以让所有的死亡都擦肩而过 藏在桌子底下的刘英将永强拉了下去 两枪未果 老崔也不带废话 提枪走人 在桌子底下 二人分别点了根烟 试图消化 突然发生的死亡 本以为经过这件事 永强出疏的计划完全泡汤了 没想到第二天 刘英竟然来到了他的公寓 想要和他商谈一下出疏的事情 为了安慰刘英的事故创伤 永强告诉了他一切 自杀刺客联盟和老崔 刘英是想让永强打电话 取消这个合同 可没想到老崔已经杀到了门口 带着手枪 就要当面杀死这个死亡的幸运儿 永强立刻带着人跑路 一路追逐 老崔不小心射杀了一个查车的交警 正在他处理交警尸体的时候 两个人走了过来 将他带回了刺客联盟 找他谈话的 是他的顶头上司常柜 常柜非常不满老崔连续的尸首 杀死交警事小 关键是上一次老崔误杀的出版社老板 是另一个顾客巴里的单子 这让整个组织陷入了不小的混乱 老崔已经完全违背了刺客联盟 精准有纪律的规则 常柜命令老崔立刻退休 刺客毕竟还是年轻人的活动 你这么大的岁数可以退休了 至于永强的案子 就交给年轻人里最凶悍的俄罗斯野猪去处理吧 这个野猪的业据远超同行其他人 是刺客联盟当下的佼佼者 年轻一辈的翘楚 可老崔却已在坚持 他不愿意就这样退休 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自己人生的意义 看着他固执的摔门离去 老板常柜对他的行为和态度非常恼火 老崔成为了刺客联盟的一个累赘 他决定让野猪顺手干掉他 另一边永强与刘英人一路逃窜 跑到了一个乡下的房子里 这个房子是刘英人的父母留给他的 在他的小时候 一场车祸夺走了父母的生命 也带给了他将近十秒的死亡 这也正是他从永强书中找到共鸣的原因 死亡的那种永恒的虚无 又让人害怕 又让人觉得安定 在篝火的硬身下 两个遭遇相似 伤害累累的孤儿 彼此惨漏了心声 他们用刀子抵在对方的胸口 在这自杀的恰到好处的气氛中 永强却突然不想死了 他紧紧的抱住眼前的刘英 感受到生命从未如此热烈 二人就这样残灭了一夜 第二天老崔顺着刘英人的信息 查到了这里 当永强再次要求取消合同的时候 固执的老崔还是决定结束这一切 就在他开箱的前一刻 电话突然响了 是老婆打过来的 老婆说家里被人发的乱七八糟 并且老崔最爱的两只虎皮鹦鹉也被人干掉了 你得给他们报仇啊 老崔说没问题 但我现在得办正事 挂了啊 就在他要开枪干掉永强的前一刻 一直追踪老崔的野猪赶到了 一枪打在老崔的头上 只留下懵逼的刘英与永强二人 哇塞 难道我们得救了吗 请收起哇塞 野猪的按杀单子上也有永强的名字 就在野猪要杀死永强的前一刻 老崔却突然从背后扑了上来 用盾气砸死了野猪 边砸还边嚷嚷的 大皮小皮 我替你们报仇了 原来子弹只是擦过了他的耳朵 并没有杀死他 这下事情变得复杂了 现在永强不想死了 他手里也有枪 对射的话也说不上谁赢吧 刘英为了不让永强死 他又把枪拿了过来 要和老崔对射 老崔的心里面也苦啊 他表示自己没有干掉永强的话 这个月的业绩就无法完成 他就要被迫退休了 听到他的想法 刘英突然灵机一动 哎呀不就是一个合同的事吗 你看现在已经有一个尸体了 咱们就把它利用起来吧 刘英再开出一个暗杀合同 那就是暗杀野猪 酬劳就用永强给他的两千块钱 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永强也不用死了 老崔也完成任务了 一键双雕啊 老崔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合理 还是年轻人的脑袋火烦呢 双方当场手写了一份合同 三人处理完野猪的尸体后 一切妥当 双方告别 当老崔回家之后 刺客联盟的老板成贵 已经等候多时了 两个老男人就老崔的去修计划 好好的探讨了一番 老崔不服气啊 当场拿出了野猪的暗杀合同 场柜很实差异 诶 你这个鬼损居然能搞定野猪 还真有两下子 不过你还是得去修啊 诶 我就是不退怎么了 业务都完成了还让我退休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大不了老子去劳动局告你 事情发展到最后 两人拿起枪 准备在桌子底下坠射 就在关键时刻 老崔的老婆出现了 老婆子手里拿着一双班鸠抱枕 你看班鸠这种生物 死了一只 另一只也不毒活 神奇不神奇 意思就是老头子死了 他也不活着了 他再说服双方不要冲动 随后又替老崔 收下了退休礼物 跟常规说 我们要去环球旅游了 这种固执的老头子 还是得媳妇才能制裁 而永强的新书 一个关于独眼刺客的故事 也即将出版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永强和六英正在路上 消遣着他们的新生命 突然永强看到一辆卡车 要撞上路中间的小孩 来不及思考 他就冲了上去 推赶小孩 自己却被撞飞浪 好在没受什么伤 刘云人立刻跑了上去 看着倒在地上的永强不知所措 永强却显得有些兴奋 这像极了传说中的英雄之死 虽然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压碎 但感觉妙极了 他邀请刘云人一起躺在地上 在人们的掌声中 一起享受着这份安逸 欢愉奔片晚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平静地接受我们的渺小 也许死需要许多复杂的理由 可活着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就够了 就像电影里游泳池老板说的 毋庸置疑 生活就是一坨狗屎 关键是要找到一些东西 让他看起来可以忍受 你把枪放在嘴里 手指抠在扳机上 但是突然你想 我从来没有吃过一口东北大蜡皮 哪怕是舔过一口都没有 也许你就突然想活下去了 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你百度搜索自杀 跳出来的第一个词条 是一个免费洗礼咨询热线号 我们的生命应当有一定的意义 应当为了某些事情继续下去 加油 你是最棒的